第二个问题 同修请问师父 之前我请同修们帮忙结缘小房子 给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师兄 结果这位师兄谢解我帮他结缘到的小房子 那么我手上结缘到的小房子 是否可以用来再结缘给需要帮助的其他师兄 还是我必须个别得到同修们的同意 才可以再结缘给其他师兄 请问假如同修们以自存方式结缘出去的小房子 是不是在不知道这些小房子会结缘给谁的情况下 而更加不容易悲业 请师父慈悲开始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今天念了经 我结缘给大家 这个人不要 我能不能在他不知道 我给谁的时间当中给别人 这当中呢如果我给了一个人业障很重的 因为你的小房子会不会让他背更多的业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那么师父告诉你 首先念出来的经给了你了结缘了 他是做功德了 跟他没关系了 至于你把这些小房子再给别人 这个时候你给别人的时候 你如果不讲跟不跟菩萨讲的话 你就有可能帮他背业 因为小房子所有的小房子从你这里结缘出去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 一张假钞票 对不对啊 你不知道 你拿了 你用了 对不对 那么被警察抓到 就是你用的 跟其他 你拿过来 人家给你的 没有关系了 听懂了吗 听懂 好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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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